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子算经》里是这样记载这个定理的 那就是说 这些东西就是它不能被三五七整除 被三五七除完之后 它的余数分别是二三二 那么这个数是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古人是如何利用高超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四句口诀分别对应前面的四句问题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句话就对应三 七十兮是一个数 七十 七十乘以除以三的余数二 那就是一百四十 五对应这个数叫二十一 二十一再乘以三 加上之前的一百四十 那就是两百零三 七子团圆正半月 半月就正好是十五 也就是说七对应的是十五 然后二乘以十五 那就是三十 三个乘积加起来就是两百三十三 除百零五便得之 这句话是对前面三句的一个概括 前面三句给出了一个特解两百三十三 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 两百三十三加减任何一百零五的倍数 都是问题的答案 比如说两百三十三减去一百零五乘以二 最小的答案就是二十三 为了讲清中国圣余定理 我们先讲同余方程的概念 左边这个式子被称作同余式 中间三道杠横等 然后ModM 这个式子是说 AX除以M 余数是B 很显然的 对于同余方程来说 它如果有一个解 其实是一类解 被称作关于M的剩余类 这余类解除以M余数都相同 关于这样一个一元一次同余方程 我们有如下的结论 首先当A和M互质的时候 它有一个解 所谓互质就是说最大公约数是1 首先我们来证明 第一问 首先介绍数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称作培数定理 如果两个数互质或者互数 那么存在两个整数 设为S和T 使得AX加上MT等于1 S和T 有可能是负整数 由培数定理的新适合得 存在一个整数S 使得A乘以S除以M同于1 于是两边我如果都乘以B的话 那么 A SB 横等于B 除以M 那就是说 X等于SB 是 原方程的一个解 另一方面 若 X1 X2 都是解 A乘以X1 减X2 横等于0 除以M 因为A和M互质 所以 X1 X1 和X2 是同余的 也就是说我们解 关于M同余的情况下是唯一的 注意到 利用培数定理 我们不仅证明了有解 而且提供了一种解的方法 第二种情况 当A和M的最大公约数是D D大于1 但是D不整除B的时候 问题无解 这样一个结论 可以通过反正法 比较容易的证明 第三种情况 若 A和M的最大公约数是D D又可以整除B的话 那么我们假设 A等于A1乘以D B等于B1乘以D M等于M1乘以D 也就是说把D约去之后 得到一个方程 A1X 横等于B1 整除M1 因为此时A1和M1 它俩已经互质 所以根据条件E 它有唯一的解 假设C除以M1横等于R 是上面化解过同一方程的解 那么 X等于R 加上K乘以D ModM 就是圆同一方程的解 其中K等于0 1 2 一直到D 1 由此可见 圆同一方程 一共有D个不同的解 下面我们来介绍 中国圣余定理 以至有N个 一元一次同一方程的方程组 其中模MI 两两互质 求一个X 满足 X除以MI的余数是RI 定义 所有的MI的成绩是大M 大MI等于大M里边除以MI 中国圣余定理是一个 巧夺天工的构造法 另X等于 M1乘以R1 再乘以一个系数 α1 加上M2乘以R2 再乘以α2 这里所有的α 都是带定的系数 最后一直加到 MN乘以RN乘以αN 因为对任意的I I能够整除MJ 当I不等于J的时候 那所以 X除以小MI 它的余数 正好是大MI 乘以αI 乘以RI 但是已知条件是 X横等于RI 除以MI 那也就是说 MI αI 除以小MI 横等于1 解 αI 记得 因为 因为大MI 和小MI 它们是互制的 所以 αI 必定有解 于是 中国剩余定理 必定有解 反之 若 X1 X2 是 原方程的组的解 则 X1 和X2 关于 大M 同于 让我们再回到 中国剩余定理的口诀 仔细体会一下 这个精彩的解法 三个同于方程 余数357 明显是互制的 所以 命题的条件得到满足 首先 求出 大M1 乘以α1 除以3 横等于1 也就是说 α1 必须取2 于是 M1 和α1 的成绩 那就是 70 这就是我们的口诀 三人同行 70C 大M2 本身就是21了 那α2 这里 其实只需取1 也就是说 大M2 乘以α2 本身就是 21 3515 15除以7 正好就于1了 所以α3 这里也是1 M3 乘以α3 直接等于 15 可以看到 70 21 15 三个数 完美 对上了我们的三句口诀 那么最后一句口诀呢 除百零五 便得之 也就是 x 横等于 这样最小的正整数解 是23 中国胜于定理 这样一个享誉世界的成就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会介绍更多 关于中国科学家 可歌可泣 可敬的事迹 欢迎收看 谢谢朋友们